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探讨的是 制造应用装置辅导的案例 智慧制造最近这几年来 有越来越多人关注并且投入了转型的资源 那么物联网制造基地近几年来 也持续协助传产业者来盘点所有的转型需求 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个阶段 就要跟大家分享 制造基地是怎么去汇集智慧制造领域的方案 来提供传统工厂新服务的产品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阶段邀请的有三位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展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长吴仁座吴执行长 欢迎 第二位我们请到普格诺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鲁嘉宁营运长 第三位我们欢迎哈马新的宋红仁经理 欢迎三位讲者 我们三位语谈人您手上的麦克风其实都已经打开了 我们接下来就来现场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个业界心得 如同刚才所说的其实 我们上一个阶段看到的是长照的一个转型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传产制造业的一个转型 那其实现在很多公司要导入我们IoT跟智慧 都是一个很大的关卡 因为原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knowledge base 要去跨过这个门槛 其实会需要很多的辅导 那我们从今天早上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可以发现 关键的那个钥匙 其实是很需要别的行业 或者是来自于别的领域的一个资源的挹注 那我们接下来传产 听起来它名称就已经被赋予一个传统的名义 但是其实现在传产已经不只是传产 我们怎么样在数位IoT的一个浪潮之下 能够有让传产有一个新的面貌 其实正是我们台上三位讲者 能够跟大家好好分享的 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就先请三位的讲者 先来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我们先请展绿科技的执行长 吴仁座执行长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公司 还有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智慧转型的一个方向 好吗 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展绿的Kurtis 那我们目前主要的产品是提供一个 3 Enlightened SaaS的一种服务 那这整个服务里面就有包括 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些创新的一个Sensor 还有传输Gateway以及后台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软体 那我们的产品主要就是协助一些客户 怎么样走到所谓智慧化的一个第一步 基本上我们是采取用一个相对简单的方式 非侵入式 非接触式的方式 就可以很轻松的把所谓的能耗 很快的就是把这个数据截取出来 所以有这样一个方式 就很容易做一种大量的一个部件以及收集 然后进一步做到分析 怎么样子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 最佳化的一个效应 谢谢 好的 谢谢展律科技 那接下来我们请普格诺斯科技 也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公司 还有你们的解决方案 OK 好 大家好 我是普格诺斯的阿舍 那我们公司主要是在做 就是工业自动化设备自动诊断 Total Solution这一块 那我们做的包含是有智能三轴 低频 中频 高频 有线 无线的这个振动温度感测器 那我们同时也做设备诊断的这个软体的Solution 因为现在工业界要的 Not only product but solution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Total Solution的 这个整个过程 我们提供客户一条龙整合的服务 那我们公司现在从2018年成立到现在 迈入第四年 今年的业绩目前比起去年 大概成长了将近五倍 那我们看到整个后疫情时代 在工业4.0这一块 设备自动化诊断 那包含这个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 以前是CT跟IT的这个 决定这个整个工业架构 但是未来是OT OT是底层端的这个设备的 不管因为工业物联网 你到很多sensor把这个数据上来 所以我也跟Curtis有聊到 就是说我们两间公司做这个sensor的原厂 跟一些设备早期诊断的 可以帮不只是传统工厂 甚至帮半导体厂 光电厂 石化厂 在这个里面 我们其实都已经有不少时机了 所以很期待接下来的发展 谢谢 好的 我们谢谢普格诺斯科技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哈马兴 帮我们介绍一下 各位展望各位 来参观的大家好 我是来自南部的哈马兴 那知道我们南部呢 是传统产业的重症 那我们一开始呢 20年前成立到现在呢 我们重点是在整个软体的开发 那也着重在传统产业 进入到智慧化 自动化之后的领域的发展 那在软体业 我们所做的部分呢 就是尽量去萃取它的 Rodata部分 透过AI的Mining 然后萃取出有价值的资料出来 但这些部分的话呢 包含它的KM E-learning的传承部分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透过软体的力量呢 协助传统产业 把一些老塞 手上的功夫 如果藉由智慧的力量 能够把它呢 做一个很好的传承 那我们在最近几年的部分呢 也导入了所谓的新世代的 一些 IT的一些产业部分 比如说像VAR的内容 那透过VAR内容 如何来协助传统产业 在整个职安的教育训练部分呢 能够提升到一个境界 那这是我们最近在努力的方向 好的 谢谢三位的自我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三位 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你们所服务的领域 当然有重叠的部分 也有各自不同的部分 想了解一下你们目前在产业界 接触到的这些 即代转型的传统产业 他们的一些不同的工厂 比如说有的可能是食品业 有的可能是钢铁业 或者是车电业等等 那这些不同的工厂 他们有什么样子的 智慧化需求呢 然后他们在跨过这个门槛中间 遇到最大的困难又是什么呢 好 我们现在顺序换一下 我们现在请哈马新的宋经理 先帮我们做一下回应 好的 那我们南部 我们曾经做过 就是说比较像 就是最大的聚落呢 就是所谓的扣建云的部分 那我们可能跟中刚这边 在合作的过程当中的话 我发现扣建的部分的价值 它是非常高的 那你现在所头上 你现在所坐的椅子上面 所坐的螺丝螺帽呢 就是所谓的扣建 那当时他们在整个锻造的 技术部分的话呢 是非常的low 所以只能做一些比较低阶的部分 那透过一人领 透过智慧 透过传承之后 然后透过智慧保护的措施 让我们整个的一个 制造的能量能够提升 那当然包含了IoT的部分 整个让整个制造的能力 一直提升上来 那在过程当中呢 也荣幸我们获得工业局的补助 做了扣建云这样的一个专案 然后让中刚把这进出 做一个很好的传承 所以我们提到 我们未来要国建国造的部分的话呢 在我们南部的产业 是绝对有能力这样做的 我们的螺丝螺帽呢 不仅是可以用在各位的座位上面 一般的家具上面 它已经可以做到上太空 下到深海的部分 也就是前行再用的螺丝螺帽 都是由我们的扣建 可以自行制造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很重要就是要智慧化 那在整个传承当中呢 它最大的困难就是说 如何让 因为中小企业的规模都是比较小的 如何让他知道说 这样的一个方法 对他来讲呢 是有帮助的 那这样投资呢 最大对他效益的 所以遇到老板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样才能探索吗 那遇到这问题之后的话呢 我们要 就是要政府 产观水的合作部分 告诉老板 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个未来趋势 你要具有竞争力的话 就是要这样的趋势 所以我们是 在这个导入过程当中的话呢 就比如我们刚才在讲的 一个长照的部分内容 我们曾经遇到一些 蛮有趣的一些话题 就是比如说 他会提到 这样也探紧了 然后呢 长照业者来讲说 这样的部分的话 到底对这些张者 有什么帮忙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符合到我们公司的 一个能力上的支出 以我们来讲 我们大概160个人的公司 那我们如何要 从中去拿到 我们所想要 彼此之间能够双赢的 有利益的部分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要端看老板 以及业者 以及我们政府单位 能提出相对应的办法出来 那这些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必须 产业界一起来努力的内容 那困难一定是有的 但是努力的 还是要继续往下走 好的 谢谢宋经理 那我们请鲁营运长 来分享一下好了 在你们公司营运的过程中 目前接触到的这些 我们想办法帮他们 智慧化这些传产客户 他们是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 然后帮他们导入 什么样的方案呢 其实不只是传产客户 其实即便连台湾的 护国神山半导体业 光电业这些 都面临到他工厂 要整个自动化 智慧化 那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 因为应该是这样讲 譬如说我举例 以半导体界 它的设备大部分都是国外来的 像是Apply Asmo最近很红了 然后Screen 还有Edward这些 这些国外的设备 它都不愿意把它一些 confidential的资讯 它设备运作的状况 提供给台湾这些 我们这些护国神山之道 那要怎么破解这一段呢 因为我们的设备 总不能一直被国外这样掐着 所以就要靠大量的来安装 这些sensor 把这个资料传到 传到这个中端客户 让他们知道 这些设备运作的状况 但是过去 装的那种sensor 都属于传统sensor等级 比如像国外的 像PCB 或是Bentary Rockwell 这些都很大的厂 可能都 Billion等级以上的 这个sensor的大厂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们做的sensor 都是那种传统压电式的感测器 所以压电式感测器 它出来的是类比讯号 那出来的类比讯号呢 你就要经过一个DAQ 我们说AD卡 Analog to Digital The Converter 那这样还不够 转成数位讯号以后 后面又要再把它转成 现在在讲大数据分析嘛 所以你要转成各种大数据分析 可以做的特征值 甚至是平谱 全平谱 好 这些在国外大厂 很可惜这些sensor 都是传统的这种 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功能sensor 那附和刚才宋经理讲的 我们是 我们现在台湾强调 国产国造嘛 所以我们目前在 以台湾而言 我们应该是台湾唯一一家 取得防暴认证 智能化的震动 低频中频高频的这个 震动温度感测器 那所谓防暴认证 台湾有很多静置区域 是需要用到防暴的 这些solution的 比如说石化厂 比如说PCB板厂 或者是光电 半导体里面 这些都有一些静置区域 所以我们在这边导入的过程中 我们希望可以协助这些 我们的护国神山 原本遭遇到的问题 能够协助他们来把这些资料取得 而且我们sensor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它可以做edge computing 也就是说建好一个AI model以后 它可以放在sensor里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因为大家想 我举例像台积电 它一个厂里面可能有几万台 甚至整个南部 它有几十万台的设备 如果每一台设备 都把讯号丢上来 然后它的server 即便像护国神山这么大的公司 它的server也会被这些数据塞爆 所以我们的sensor 可以在local端 在sensor端 就帮它做好DAQ的转换 并且转换它可以各个 这种分析的AI的特征值 跟全频谱 这个代表来讲 甚至可以把AI model放进去 这个代表来讲就很重要 那另外我们再讲到 我们最近跟大同 也在密切地合作 这个智能马达这一块 那智能马达这一块 其实智能设备的这个solution 也是未来的一大趋势 因为客户以前买一个设备 尤其现在国际 又有塞港塞货的问题 它叫一个料 叫一个货 可能要等一年甚至更久 那如果有一个智能的马达 甚至智能的胖普 智能的压缩机给它 那可以让它告知它 我这个东西可能半年或一年后 会出问题 那么它就可以 可以提早来预购这些产品 而不会导致到时候 没有料的时候 可能产能损失 或是自成停摆 这个对它来讲 都是RI效益都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块 其实是蛮大的趋势 谢谢 好的 谢谢您 那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展绿科技 因为我们都知道展绿 其实发展的是智慧电源节能系统 那其实很多很多的行业 很多的工厂 其实都会用得到电 那实际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改善他们的制程 去让他们的制程更加智慧化呢 OK 好 那个其实展绿的东西相对也蛮简单 我们主要就是有一个智慧勾表 基本上你只要勾住电线 我们其实就可以把用电的资讯 直接把它收集起来 那目前呢 我们的客户除了台湾之外 还有东南亚 那今年也有 也很幸运的 有逐渐打进欧洲这个市场 也拿到一些欧洲的订单 那基本上在整个一个制造业这边来讲 我们的经验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补片有很多的老板 他们其实都认为就是说 以往的日子都这么过了 为什么现在要做智慧化这件事情 所以说以这样一个智慧化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它的必要性是来自于 其实有几个点 主要就是说 像这些制造业你会发现 它的机器设备跟厂其实很多很大 以往都是用能力 但是其实它补片会有所谓的 能力的管理的一个品质的不一 所以说慢慢的 他会 这些老板慢慢在思考 他会想要 就是能够有一个 很完整 很固定 很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直序的数据去收集 等于说逐步的有一点取代人 原本可能要操表 要巡减这样一个动作工作 更进一步的最重要就是 他们慢慢现在开始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怎么把这个经验值 留在自己的公司 留在自己的厂内 而不是 就是借由这些雇员或是工人 或者说一些常务人员 来来去去这个一个domain 可能都流失 所以说这个也是慢慢必须要自卫化的其中一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有了数据 可以做很多的运算跟累积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去判断 可能什么样的设备 他其实是有异常有问题 或甚至你可能已经正在浪费一些不必要的能耗 那这些资讯 一般来讲你说用人去做一个检验 其实很不容易去查得到的 那再来更重要一个就是 跟今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就是欧盟今年7月已经宣布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就是2023年 你的原物料啊 成品半成品都要开始揭露 你所卖的这个产品的一个碳的数据 那这个碳的数据 其中除了所谓的燃烧的这个原物料之外 这个数据怎么来 就是你的用电 电跟碳的排放中间就是差一个系数 所以这个数据 等于在细部的一个耗能足迹 跟碳的足迹 这件事情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到了2026年就要开始磕碎 所以等于说这段期间 对这些制造业企业界来讲 他可能要开始思考 他要慢慢开始准备 怎么把这些数据资讯 慢慢把它备齐 慢慢把它准备好 那当然整个在导入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也有遇到一些不少的问题 比如说统合起来 大概就是有几项 包括所谓的网路 因为IoT嘛 其实我们很需要是抓到之后 这个数据怎么很顺利的传输过来 所以往往有时候 他们整个网路的一个 一个现场状况不是很好 在这个部分是需要去解决的 那再来就是 整个在导入过程当中 常常有人的问题 就是高层他期待的 以及跟实际上在执行的这个厂物或厂长 他们的需求其实不同 那不同就会导致我们其实耗费了蛮多的一个时间跟功夫 也甚至有时候是做了白工 就做了半天 其实是往往全员不符合 上高层跟执行人其实是不一致 那其实这个就耗费掉 所以这个部分是蛮需要去做一些解决 这个当然我们目前有解决方式 当然时间的关系 后面如果有机会可以再来分享 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费用 往往就是需求有了 所以我们报价单也出去 但是往往在报价单这边卡住了 其实就有很多属于价格的这个问题 所以目前我们提供的所谓这样的一个服务 其实慢慢都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 我们的特性就是简单便宜又好用 谢谢 好的 谢谢展律科技的吴执行长 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其实我们有一些好的解决方案 就算已经握在手上 但是要能够去说服客户采用 其实都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那特别是在有一些 可能已经经历了非常久的一个习惯 他们有一个已经制式的一个做法的一个传统产业来说 要让他们能够跨出那一步 可能有更多的一个困难 那有的时候会是需要透过法令 透过制度让他们去了解到现在这个需求 比如像刚刚我经常提到的 我们现在其实在碳足迹这件事情上 已经有慢慢严格的规范 去让他们必须去在自己的用电能源等等 这些控制上要更加的小心 这些其实都是让我们产业进行转型的一个动力 那我们就继续请问一下三位的一些代表 那我们在跟客户接洽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一个什么样子 比较有趣的一个案例 比如说他们可能刚开始不知道 哎呀原来数位化这么的能够帮助他们这么多 然后是透过你们怎么样的沟通过程中 才让他们开得翘 或者是说哇发现其实原来IoT 这三个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的字母 原来对我可以帮助这么大 我们来请三位再做一个分享好吗 那我们再回来这个顺序 所以我们还是请吴执行长先开始 好 当然整个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导入过程 多半都是比较枯燥比较严肃的 那当然我们也有遇到一些相对比较特别的案例 可能不是在制造业 不过我这边可以分享给大家参考一下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泰国泰国的那个政大 我们泰国有代理商 然后他有打进政大集团 政大集团算是泰国第二代有钱的集团 那当然除了我们导入他的赛本物流中心之外 他其实也继续导入到所谓政大集团里面的那个渔苗场 那这个渔苗场其实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他们其实以往都是用人工的方式去做处理 就是每一个池子就是有温度 有电力的这个数据 那但事实上他们用人工的方式 往往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去把温度控制在33到34度之间 所以他们的鱼其实存活率是异常的低 我们也吓一跳 他的存活率其实就只有三成 也就是说买来很小的鱼 然后再卖出去大概活的只有三成 那透过我们的系统 其实我们给他应用其实相对简单 就是把他温度维持在33到34度之间 他存活率竟然居然就可以提高一倍 这个也是我们其实算是见识到了 这样一个领域有这么特殊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 其实是我们在台中的客户 他其实是八方云集的加盟店 不是那个直营 是加盟 那个老板大概有四到八间的这个加盟 这个所谓八方云集的这种门市店 那他当时差不多我记得三年前 他在媒体上看到我们 然后直接打电话来 其实他只是想要解决一个问题而已 也就是说他的七月份的电费跟八月份电费差一倍 但是他认为这是有问题 因为他卖的锅贴其实并没有比较多 但是他的电费差一倍 他就觉得台电电表可能有问题 他甚至也跟台电这边去接洽过 但是当然台电给大家答案就是 我的表不会有问题 所以说他只是为了想要搞清楚这个状况 那当然我当时想说 那你要不要买一套这个系统去做 对他来讲他不是这种科技产业 他认为说我买这个要做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问题 好所以我们其实就提供一个 很简单的所谓的健檐服务 我就是去帮你收集两周的数据 所以我们大概利用一天的时间 就是把那八家的门市店的数据就收集起来 那大概准备收集两个礼拜 租个包给他 这个案子就算很简单就结束 但事实上我们在第三天的时候 大概就知道问题了 他其实在礼拜三的中午的12点半左右的时间 有个其中的15分钟 他其实是超约 他是因为超约而被罚款 所以他的钱多出来的其实被罚出来 而并不是他用的店过多 或者是店表坏掉 或者甚至有被偷点都不是 所以说当然我们也没有马上告诉他 那就是很顺利的 就是把他两周的时间做完结束 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老板也意外发现 几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他的八个门市 每个店长每天早上跟他回报 早上几点开始跟晚上几点打烊 这个时间跟他在数据上所看到 通通都不一致 所以他开始觉得他在管理上 可能开始有问题 所以他开始没有办法完完全全 认为在口头上沟通是准确的 那当然这个不是最主要原因 最重要的是在这两周的时间当中 他发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状况 就是其中有两个门市 在晚上的时候 他们现在最大耗电是那个金锅贴 那个现在是电转热 以前是用瓦斯 那个电转热那个大的炉子 晚上没有关 所以就是空烧了一个整个晚上 你就知道耗的电费有多高 当然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 顶多就是浪费掉钱 最重要是他是担心所谓公安的问题 就空烧了一个整个晚上 这有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余力 所以他就因为这样一个数据的一个种种 他只是很简单去看 所以等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到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把它拆回来 他就不让我们拆了 他就要继续用 那到现在为止 他还继续在续约使用整个一个系统 所以对他来讲 已经变成这个管理的一个效益 不只只是说 能不能省掉一些不必要浪费的 包括他的整个一个营运的一个管理 变成都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我想时间关于我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 好这其实的确是相当有趣的案例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普工诺斯的卢营长 也帮我们分享看看 有没有就是在导入的过程中 客户这边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反应 或者是您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沟通经验 好我提供几个例子来给大家说明 我先举例传统大厂就是 我们最近跟一个石化厂 它给我们包含我们的智能生设 甚至设备的统购协议 那有很好奇说 你们公司这么新 那当然你们的解决技术做得很深 但是为什么他们就愿意给你这个统购协议 那其实应该回过头来这样看 你帮他解决了什么问题 他的痛点在哪里 我刚刚有提到 就说比如说他要做设备诊断 他装一个sensor用国外的 那国外的他是传统的sensor 所以他后面要再去买一个AD转换卡 那可能用国内的 然后要去找分析的时候 可能又要找另外一个讯号分析的厂商来分析 最后他要做大数据建模的时候 又要再找一个大数据建模的来做这件事情 他整个这样的cost下来 这样算一年会多开销几亿以上 那我们可以提供他的solution 比如说我们最近跟一个马达厂 那bundle的很紧密 我们提供他这个智能化的设备 他进去以后就是原装 前装市场 整段的model 整段的整个智能的solution都帮他做好了 所以他不需要再去开后面的案子 找这个东拼西臭 我们知道东拼西臭的东西是最容易出问题嘛 那这个可以帮他一年省下上亿的费用 你说他买不买你的单 他一定买你的单嘛 他一定买你的单嘛 那这个是我举例这个传统大厂的这个效益 那我们再来讲科技厂 科技厂大家不要觉得科技厂很有钱 那就很愿意花钱也未必 我举一个也是我们护国神山等级的这个 的一个例子 就说我们在帮他做制程商的监控的时候 我们有效侦测到他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我举例啦 玻璃基板啊 或者是这些可能类似晶圆这样的一个碎片的残留 碎片的残留在上面 好 那他过去在制程上一直没有很好的 不管用光线还是用其他的监控方式 一直没有办法很有效的侦测到这些 fail的残留 那就会造成他下一个产品进来被刮伤啊 或是产生fail quality的issue 那我们知道这些不管是玻璃基板晶圆这些都很贵 损失一片可能都是六位数以上 所以他在导入我们的生死的时候 我们说哇 我这样我的机胎几百台 我跟你买几百个sensor 我就要花几百多花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这个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帮他解决什么 他有效地解决他这些产品生产过程 quality跟fail的这些issue 他可以增加的那个产能跟良率 可能是好几亿的 好几亿的 所以这个回过头来是你有没有解决客户的痛点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也就是这次也特别感谢资测会帮我们引建了一个食品厂 那食品厂我们帮他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知道这些传统工厂里面很多的那个不同品牌的PLC 那这个不同品牌的PLC 他要抓可能温度 湿度 电流 震动的讯号 问题是 PLC的品牌就八国联军了 sensor的品牌更是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传统的 传统的sensor 所以他刚才要经过 我刚才讲的这些 很繁琐的处理流程 我跟他说 一个问题 一个key就把它解决掉了 你换成我们智能化mobus的sensor 因为mobus是工厂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通讯的架构 你换成mobus的架构 你用 你甚至不用用我们的软体 你就自己可以把sensor的资料抓出来 这个就可以解决他 这些八国联军 然后要多花很多cost 所以我说 你们不要看到的是 只是多买sensor的cost 你要看到的是 后面这些串接的成本 一个daq的价格 可能是我们的sensor的两三倍 你后面要再做数据分析 可能是好几倍 所以我们sensor的架构是可以帮你 省下几倍的效益的时候 你可以解决客户痛点 客户就会把你折胆 好的 谢谢鲁云运长 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是很多正确的观念 其实真的要跟我们业主能做沟通 他们才会知道说 其实我们不要因小失大 因为很多时候 因寻过去的做法 当然是最安全最简单的 但是你的做法不变 时代在变 如果你没有跟着走的话 你的竞争力也会在这样子的一个 固守成规中 慢慢的就流失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请哈马行的宋经理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比较有趣的经验 好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 在做教育训练过程 在传统产业的部分的话 我们现在导入了所谓的 VAR MR CR的方式在做教育训练 那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怎么去侦测 它的一个姿态的部分 所以各位看到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的话 是传统我们在做 VR的手把的一个教育训练的部分 那这个手把就代替您的手势 或者是现场的员工 他的一个操作部分 都透过这个手把 在做传承 或者是做教育训练 或者在虚拟实际做操作 可是在上面的这个过程 它是失真的 因为现场的手势 跟这个手把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可能是要用手指头 去感应到这样的一个配备 去做转动 或者是扭动 或者是按曲的动作 甚至它必须在它的视线外 在它的仪器当中 去做它的一个 手指头之间的一个联动部分 所以我们跟特别人 把这样的一个设备设计出来 那当然我们设计出 这样一个手套出来 大家可以联想到 这有点像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 复仇者联盟的无线手套 那当然我们这样一点的话 它实际上它是不会 这样一半人都消灭 就不用担心 那我们这样的手套 我们曾经去问过国外的业者 假设我要去征测的 手指间的动作的话 这成本要有多少 那我们就跟工业院去开发 我们把我们的理念 在电路上面做的开发 然后产生这样的手套 可以很完美的在 其实我们的VR课程 在上面去呈现到 我手指头中间的动作 那为什么这样的动作 非常重要呢 因为跟职安卫的所谓的 公安议题有非常大的关系 它是否有就定位 它的手指头会不会造成 它的公安事件的产生 那它的动作是否准确地到达 我要的定位的位置 达到我训练的效果 能让人产生他的肌肉记忆 因为遥控器 毕竟是遥控器 手指间的动作 才是现场的动作来源 所以在我们的现场上面的话 我们手掌之间的动作部分 完全做到拟正的效果 完全拟正的效果 而且在我们劳动部的案子里面的话 我们针对未来实际上 上机的部分 我们可能都是要实际上 在设备上去做操作 我们在我们劳动部未来 在这一两年之后 会取消所谓的实际的考试 尤其是在所谓的体重机 大型的高空作业的设备部分 尤其是船厂部分 对高空作业 或者是重机械操作部分 有非常需要 它这样的人力上的一个传承 可是这些设备 在操作过程当中 它可能是在一个 比较不优渥的一个环境里面 它可能在高空炎热 甚至是在有毒害 高温高热的一个状况下面 那它这些设备 我们可不可以透过 远端鱼目盘错方式 是可以的 那现在我们在我们的现场上面 有我们直接 在我们模拟机台上面 可以针对这些部分 去做模拟上的操作 而且这些操作部分 它不是所谓的 很像game一样的游戏 不是 我们跟劳动部的基点中心 去达到了 它要做证照考试 模拟的效果 也就是说真的 我们为了这个案子的话 大概我们三位工程师 去考过体重器的证照 所以虽然透过是VAR的环境的内容 的制作 但是跟实际上所操作的环境 是完全一致的 它的视差 它的远距 它的动态连感的效果 跟实际上的体重器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只要在信任中心 透过虚拟机上的考试之后 它就可以拿到证照了 这是我们在最近部分 比较有趣的一个发展 那这样的一个设备部分 我们也开始在做 开始已经有国外的订单要进来了 当然在这一两年内的话 势必这样的高空作业 以及这样的危险作业场所 可能会被无人机 或是这无人设备来取代 这也是我们希望在发展的方向 好的 谢谢宋经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套 非常的酷炫 真的很像是我们科幻电影里面 一些很未来的高科技的这些产品 其实现在慢慢落实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那其实透过我们的制造基地 我们能够把这些很好的一个技术 真的去媒合到 对于这样子的科技 有需求的产业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 我们台湾整体的一个产业能量 才会持续地提升下去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展立科技 普格诺斯科技 以及哈马辛 我们三间公司 带来个精彩的分享 还有我们很宝贵的经验 我们掌声一下 谢谢他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